好啦,那我們接好了 我們接好接收端的部分,所以我們現在是 好啦,我們現在接好接收端的部分 現在這裡是發送端相機 這裡是沒有連接任何線的 中間沒有任何線 我們現在連接好接收端的部分 我們現在發送端在這邊 中間是沒有任何線的 相機發送端直接傳到這裡 這裡上面有兩個HDMI輸出 所以我們可以一個傳給一個小螢幕 一個可能甚至再傳給一個監看螢幕 或是更大的螢幕都可以來吃 好啦,那我們接收端 接收端就這樣接好了 這個是發送端相機連接 中間沒有任何線 接收端直接有HDMI可以輸出 好啦,那我們接收端 好啦,那我們接收端組合完成了 那我們這個是發送端 相機傳輸影像到發送端 傳輸到我們接收端 可以直接再輸出兩個訊號來源 好啦,那我們接收端組合完成了 那我們接收端組合完成了 那我們接收端組合完成了 那這個是發送端相機連接的訊號 直接無線的傳輸到我們的接收端 好,接收端我們組合完成了 那我們這個是發送端 相機連接發送端 發送無線訊號 沒有中間沒有任何的線 直接傳到我們的接收端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有兩個輸出 兩個HDMI輸出來 一個可以接一個螢幕 另外一個你可以接到 可能比較大的螢幕 可能是30吋的監看螢幕之類的 看得比較清楚 那我們這樣就更多的輸出選擇 所以這樣子拍攝 所以這樣子拍攝的話 所以這樣拍攝的話 你自己攝影師可以看到一個即時的影像 然後拍 所以像這樣子的組合 所以像這樣子的組合 我們攝影師 所以像這樣子的即時影像 我們攝影師本人也可以看到即時的影像 我們攝影師本人也可以看到即時的影像 我們可以傳到後面 可能有其他人要看 也可以看到即時的影像 這樣子真的是非常方便 而且還可以看到即時的影像 可以看到即時的影像 讓我們來看到即時的影像 還可以看到即時的影像 也要擔心 好喝 好